感覺上是多了很多空間 還有自由會再大一點 這件事令我舒服 很舒服 我可以去說笑 可以放鬆一點做回自己 Hello AM730的朋友 大家好 我是Gin Lee 李幸毅 我想我是希望可以得到新的突破 這個絕對是 因為頭過十年 用了一個模式 一個思維 一個模式 一個方式去做 第二個十年 我也希望有些不同的東西 我想最有可能得到突破的 可能是更換一個環境 更換一些工作的夥伴 當然也有網問 我也會看不同人的留言 可能有一些留言會覺得 整天都是唱慢歌 雪晴歌 一講起Gin Lee 可能很堅強 但我覺得自己 在我的專輯裏面有很多不同的歌 不同的元素在裏面 但可能每一次派歌 都是偏向會派慢歌 所以就決定離開自己的舒適 去一個全新的公司 繼續我的音樂事業 我覺得我是得到舊公司的祝福 所以不可以說開心 因為怎樣也會覺得有點可惜 怎樣也會覺得 會有這一刻 無論是舊公司 或者我自己也會覺得 有點不捨得 我希望今年出的每一首歌 都會有很不同的感覺 我希望每一時出歌 大家都會 鼓勵不到我 所以我為何會選擇 我當加盟新公司的第一部分 就是首先想打破這個觀念 然後再跟大家探索 一起探索Gin Lee不同的可能性 我覺得自己有些改變 有些改變就是我心態上 會比較豁達一點 現在也沒有那麼多顧慮 感覺上多了很多空間 還有自由會更大 這件事是令我舒服的 我很舒服 我可以去說笑 可以放鬆一點做自己 這件事是我的新同事 他們給了很多鼓勵我 應該給了很多信心 你不用擔心做自己 想說什麼就行了 我覺得很棒 給我這種安心 他會更加願意讓大家知道 我也會有擺烏龍的時候 會有傷心的時候 會有軟陽的時候 會有很傻豬的時候 讓大家感受到 可以跟我做朋友 不用那麼有距離感 其中一個經常會聽到的留言 可能跟我會有距離感 我不是故意想認出距離感 但可能有時太緊張 或是拘謹 自己不自覺地拘謹 可能不想讓人看到軟弱的自己 有時會很想很堅強 沒事的 經常都要很 很想很完美地呈現所有事情 無論是在我分享的東西 或是我的歌 所有表演 所有事情都很想做好它 想做好一件事不是不好的 但有時會變成一個無形的壓力 令自己很拘謹 但現在就學會放鬆一點 希望讓大家都感受到我 比較活潑的一面 唱法上一定不會用灑狗血那種 很慘 不是用那種聲音去唱 是很舒服很甜蜜 是差不多全程笑著唱的 這首歌其實是說 當你喜歡一個人的時候 是心花勞放 有很多很甜蜜的感覺 也在喜歡人的過程 你會發現很多不同的自己 曾經試過喜歡一個男生 你知道他喜歡吃某種Cookie餅 然後上網搜尋 原來是這樣做的 我又去試一下做 真的成功做了之後 讓他吃 而他吃得很開心的時候 就很有成功感 從那次之後 發現其實也不是那麼難 不是那麼複雜 也可以繼續去試一下做不同的東西 其實到現在我也有 這個項培的習慣 所以我覺得當你每一次喜歡不同的人 其實會在他身上 會啟發到你一些東西 而這件事 就算那段關係沒有開花結果 也不要緊 在過程當中也會有得著 我不敢說自己很聰明 我真的不聰明 但我喜歡吃的東西 我會去研究 而我也有興趣去研究一些健康的食品 我會做生酮蛋糕 Sugar-free的那些是完全沒有問題 很多年前已經開始會做 我是不會直接去表白的人 我不是那種會下季 Will you marry me 那種 或者我喜歡你 你可不可以跟我一起 我不會直接說 但是我可能會 一個眼神 或者我會送一些小禮物 或者我會唱首歌給他聽 我會用不同的方法去表達 但是我沒有試過 真的說 他唱首歌應該很明白 是的 但是我會不斷 我不會說得不明白是唱給你聽 可能我拿下說唱是給別人聽 但是我會看著他唱 真的會盡量遠轉一點 因為也要保持女生的矜持 過去十年就好像你在這裡 很努力去把筋 所有的東西都紮穩 現在第二十年就開始要開花了 我希望 今年 多產的一年 出多一些新歌 也是為演唱會 為紅古演唱會做準備 未拿到當期的 未有時間的 到這一刻為止 但是 在計劃當中 希望 年尾 或者下年年後 可以開到 我覺得至少都要三場 至少 因為我的經驗 告訴我 如果兩場 是完全在做夢 因為你第一場 你就是 OK 適應 開始感受到那件事 OK 完成了 然後第二天 我們再來一次 可以做好一點 然後完結的時候 你就 完了 完全不夠後 我覺得做歌手 都會很渴望 有越來越多的舞台 越來越大的舞台 我希望可以 去到世界各地開演唱會 這個也是一個 挺想做的事情 世界各地有很多華人 有很多喜歡廣東歌的朋友 如果可以把音樂 帶到他們的地方 會很好 如果不是的話 我都會嘗試不同語言 好像之前 會嘗試不同的語言 都對我來說 是新鮮好玩的東西 都不抗拒